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到了剧场版最终圣战中迪亚又出现了三种形态 分别是三千万年前的黑暗迪亚 吸收了达拉姆必杀机的龙卷型 吸收希特拉必杀机的爆裂型 而赛罗奥特曼从09年出现到现在也累积了七种变身形态 普通型的强壮日美型 月神奇迹型 穿梭时装的究极型 跟贝利亚融合之后的黑暗型 并时光倒流的光辉型 还有官方认可的最强形态 无限赛罗 第二名欧布奥特曼 奥特曼中并且最大的债王 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奥特曼中第一个大规模借债的人 同时也是后面杰德罗布等人无法超越的形态 自身有三种形态 分别是初始形态 手拿圣剑的起源形态 还有爱染成的暗黑欧布 把这三种抛开 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借了多少人的力量 崇光形态 迪加加初代 暴炎形态 泰罗加孟比优斯 疾风形态 杰克加塞罗 爱要形态 左飞加贝利亚 三重形态 银河加维克托利加艾克斯 智勇形态 赛文掉父子 光扇形态 银河加艾克斯 加起来足足有十种形态 借债比赎 当之无愧 第一名 还有谁会比欧布还过分的呢 当然了 他就是欧布前面的艾克斯奥特曼 跟欧布不同的是 艾克斯是怪兽和奥特曼的力量 全都不放过 自身有基础形态和超越形态两种 然后就是使用怪兽力量的装甲形态了 哥莫拉铠甲 艾雷王铠甲 贝蒙四弹铠甲 接种铠甲 还有怪兽总动员的混合铠甲 而奥特曼这里呢 则是有究极赛罗铠甲 麦克斯铠甲 融合出在皮下力量的 贝塔火花形态 还有最强最华丽的 贝塔火花圣者模式 一共是十一种形态 当之无愧的形态之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动漫星期间每天是1点30分 以及16点30分 都准时有更新哦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星期间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